这么好穿的鞋子以后我买不到一样了怎么办 我每日只要穿他们家的裤子出门 在路边一定都会被问 这一件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三材的平T版 我的腿片好细喔 去年一整年一直都在我的身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Celine 今天的影片主要会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想要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过去这段时间呢 就是停止拍影片 第二个部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过去2023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买到最喜欢或是最值得买的一些时尚单品 好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你对折扣购物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加入我的折扣社团 每天都会有一些折扣讯息的即时分享 还有我的即时开箱穿搭 应该蛮多人就是很好奇说 为什么我过去这段十个月的时间呢 都没有发影片 其实呢我做YouTube影片呢 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 就好多年了 过去这两年 我的频道订阅人数呢 一直处于是一个停摆的状态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常的在意说 订阅人数有没有增加或是减少 我不是被数字绑住 但是呢我觉得影响我比较大的是 会让我质疑自己 就是会让我想说 诶我是不是频道哪里做的不好 或者是我的影片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大家已经看腻了 然后是大家觉得没有新鲜感 就是不感兴趣了 所以一直都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 当时我就会一直想说 我是应该把影片的品质制住的更好一点 反而我一直在执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带给我很多的压力 然后让我不太敢去拍影片 因为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我要的内容 后来就觉得这样对我来说 就是反而造成另外一个反效果 就是我不想拍 我觉得这个是蛮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在这样之前有做自己的品牌商品嘛 所以呢就觉得好像蛮多事情一直在忙来忙去的 搬来奥斯丁之后呢 我觉得生活步调变较慢一点 我也希望说在工作之余呢 我可以找回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后来我就稍微的休息一点 一段时间没有做影片 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都到处跑来跑去 去Vegas啊 去纽约啊 然后去San Diego啊 然后我爸爸妈妈又来 其实都是一直在回归自己的生活 有绝对有充饱点的感觉 那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呢 都一直有来私讯我或是留言给我 更感谢大家都还一直在这里等我 这个我真是非常的感动 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发现只要我有好的东西 我还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我每一次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会迫不及待想要跟我的姐妹们分享一样 希望今年呢2024年呢 我也可以好好的实践我现在的想法 大家要记得我就回来看我的频道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2023年我买到最值得的时尚单品 那先跟大家说 就是我列这个清单呢 真的是很困难耶 就是虽然我买很多东西 可是其实我算买东西蛮龟毛的 就是我会精挑细选 然后我都是经过思考我才去买 所以要让我从这些很多喜欢的东西 选出几样我喜欢的话 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使用率最高的 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单品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所以今天没有上榜的单品呢 不是我不喜欢 而是因为塞不下你们 那我也有一点点小作弊 就是我这次选的有一些呢 不是单一个单品 就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单品 因为我太喜欢了 然后我买了好多个 所以就是可能不是只有一件 可能是这个的商品的一个类型 反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来分享 第一件单品呢 就是如果你要一问我最值得的话呢 我真的想都不用想 我就是想到这个东西 Hogan他们家的球鞋 那Hogan的球鞋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他们家鞋子我真的是一穿就爱上 而且我已经变成脑粉 太好穿了 这是我之前买的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 它就是比较干净一点 就是有点像是全白的球鞋 其实又多买了一双这个 然后它是蓝色的 它其实有点像这种 雾霾蓝的感觉 那我觉得它很清爽 又有点色彩 还蛮适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做搭配 去年的时候呢 Hogan他们出了这一系列的球鞋 就是增高的厚底球鞋 我就买了这一双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我也非常喜欢 就是棕色的鞋尾跟鞋带 他们的鞋带都会附个全白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替换掉 就变成白色的 因为我很多大地色的衣服 所以搭配衣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搭 然后呢 这双真的是我买的时候超级超级超级的喜欢 我就又买了一双黑色的 搭配一些像是黑色的中红袜 穿起来会有点点像短靴的感觉 穿起来就比较帅气一点 旅行的时候呢 我也会穿他们家的鞋子 走着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回家的时候再擦它的时候发现 诶 这么好穿啊鞋子 以后我买不到一样了怎么办 所以呢 我又买了一双黑色的 所以去年呢 这一双呢我就直接买了三个颜色 这两个系列呢 我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推荐 因为都很好穿 这一款Rebel呢 它大概有五公分的增高 它非常的轻 它的鞋垫呢有记忆鞋垫 所以脚呢踩上去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这一双呢一样也是厚底的 这双呢底又比它再更厚一点点 这双有大概5.8公分的增高 所以它们其实差一点点啦 就再更高一点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双它的鞋底是前面比较低 后面比较高 但是这一双呢就是一整排都还蛮高 就是它的鞋前方 这地方也是蛮厚底的 然后这一双它的鞋型呢又更有分量一点 就是整体看起来的体积呢 又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们两个的重量是一样的 就它没有特别的重 这双它一样也是有那个记忆鞋垫在里面 所以呢像这种厚底的球鞋来说呢 它又软又轻又增高效果 然后它修饰腿型的效果超级的好 我自己呢是两双都非常的爱 所以呢一直在买这两个系列不同的颜色 再来第二个我很满意的单品呢 也是鞋子而且也是球鞋 Golden Goose的小脏鞋 也是在我的影片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了 这些单品呢一直在出现 就表示我对它们真的是有一定的忠诚度 我太喜欢 那我去年买一双是这个 上面是亮片的小猩猩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搭 而且有一个小小散亮的小重点在这里 这双其实是儿童款的 它们家的鞋子呢成人版跟儿童款我都有买 那其实它们家的儿童款呢有做到40码 所以其实一般的女生都可以穿 而且它们家铜鞋打折的话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成人款的三分之一 或是半价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 不过不一样的是 铜鞋呢是没有内增高的 它是一般的鞋垫 那成人款的话呢它是会有内增高的鞋垫 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呢又买了几双它们家的 这双呢也是铜鞋 这双是我最近才买的 刚刚好相反 这个只有星星的地方是闪亮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整片都亮晶晶 包含它的鞋尾的地方 超级好看的 那我自己本身平常都是穿一些很素面的衣服嘛 那我就想要说买一双这种亮片的鞋子 穿衣服的时候呢脚上呢就会有一个闪亮亮的重点 而且我选的是这种暗色深咖啡色的亮片 所以它散出来的这个光泽 就是你会觉得它闪亮亮吗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高调 就是很喜欢这种低调的感觉 但是又有点高调 它们家除了球鞋之外呢 我也买到我非常喜欢的布勒鞋 就是这种拖鞋式的球鞋 这双呢就是成人款的 那成人款呢它就会有这个增高的鞋垫 给大家看它的增高鞋垫长这样 因为我买的是这种毛款的 然后它就有附一个毛的鞋垫 所以你可以把它换掉 那你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个毛的鞋垫放进去 整双呢就会非常的温暖 那我买过蛮多就是便宜的 精品的木勒鞋都买过 但一般的木勒鞋它的鞋底都还是比较偏硬 因为如果是真皮的话 然后呢我就想说 诶我可以想要来试试看球鞋类的木勒鞋 买了真的是爱上了 就是有球鞋的舒适度柔软度 但是它又有木勒鞋那种很方便啊 套了就走这种穿起来很轻松的休闲感 特别是有时候像去朋友家 或者像是你去搭飞机啊什么的 就是如果你是需要脱鞋子的场合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穿起来是很方便 所以呢这双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好再来第三个 我觉得买的很值得的单品就是三宅一生 我们可以没有三宅一生呢 去年的时候呢 他们家有出一系列的这个海带波浪系列 那我买了两件裤子跟背心 还有一件小外套这样子 我一开始入坑三宅一生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家那个波浪海带系列 我就是真的因为这个系列 然后开始迷上他们家 有出这种波浪海带的系列的话呢 我就是看到喜欢的一定就会买 因为我知道我错过就买不到 像我现在手上拿到这些啊 就是现在已经也买不到了 就是这两套呢我除了一起穿之外呢 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把它拆开穿 就是你拆开搭配也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每次只要穿他们家的裤子出门 在路边一定都会被问 要穿起来就是走动的那个飘逸感 垂坠感 还有他们家这个裤子的光泽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些特殊的剪裁 搭配他们家的衣服的料子 真的是无人能取代的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可以去试试看他们家这种有剪裁的系列 最近UNIQLO他们家也出了 类似像山寨一生的单品 然后我一口气买了三件 所以呢来给大家做一下分享跟比较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入手 那它其实有出长裤上衣跟洋装 我买了黑色深蓝色还有鸵色 那我收到的时候其实还蛮惊艳的 就觉得它做的其实还蛮不错的 它的料子呢其实有一点点像山寨 还在加上棉质的感觉 但是它又更柔软一点 布料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清肤感也算还蛮不错 穿起来是很舒服的 对比给大家看 这个是山寨一生的黑色 可以看出来它的料子上面有这个光泽度 有没有就是这个光泽度 然后这个是UNIQLO的黑色 就是没有什么光泽度 可以看出来两个量比较 它的光泽度呢布料的这个质感还是有差 我有把山寨一生上衣呢跟UNIQLO的裤子呢搭在一起 其实真的毫无违和感耶 我觉得以舒适度啊搭配度 然后整体的这个质感来说 我觉得UNIQLO的39块美金非常非常的划算 蓝色的话呢就稍微的有一点点光泽的感觉了 蛮特别的一个蓝色 这是山寨一生的鸵色 这是UNIQLO的鸵色 这样比会不会觉得超级像的 然后它穿起来的长度呢非常适合娇小女生 就是我穿起来的话呢穿平底鞋是刚刚好会盖住我的脚背 不会碰到地 所以我觉得是很完美的长度 比我高的女生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太短 这一件呢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三材的平T版 我自己是最推荐黑色 非常的显瘦 而且黑色质感还蛮不错的 最不挑身形 米色的话呢我觉得它虽然是很有气质很漂亮 但我觉得米色就是跟其他三材一生一样 比较挑身形 比较容易会显入就是你身材的一些缺陷 而且如果你很怕显小腹啊 或是你觉得你的囤形不够漂亮的话呢 大家要自己去试看看才会知道说 你会不会觉得它显身形不好看啊之类的 对手灰呢是黑色 再来我觉得很值得入手的单品呢就是 DV的相机包 这个包包其实我去年影片分享也推荐过 这一次呢又再度的上榜 就肯定我觉得我多喜欢它 我去年也是买了不少包包 但是这个呢算是我觉得用到几率最高最高 非常的实用 因为它没有什么重量 它好轻好轻 然后它的容量呢也够大 它的容量是小的保温瓶都放得进去的 它又可以自己调整背带的长度 而且我又觉得它非常的百搭 这个焦糖色我觉得很好看 在它我几乎不需要去思考我穿什么衣服 我都可以用这个包包来做搭配 然后它的外型简单大方 就也没有什么大的logo 可是你看就知道DV家的包包 它很常会放在我的书桌旁边 就是我今天可能突然间要下楼出门 很快速的需要抓一个包包的时候呢 我就是会抓它 我觉得它唯一的一个缺点是 我真的用它用的非常的熊 所以它这个编织的地方呢 它的皮革边边是没有油边的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变得有点脏脏的 但用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我都要去擦拭保养它这个边边的地方 其他的话呢 我就觉得都非常的好用 好 再来是我2023年呢 买到我觉得最值得买的洋装 这两件 去年我也有买一些印花洋装啊 很漂亮的叫淑女的洋装我也有买 然后我穿的次数也是有蛮多的 但是没有上版呢 原因是我觉得可能那些列型的洋装 比较容易被其他的款式给取代 先跟大家说这一件 这件事我在Anthopology买的 它是一件连绳式的衬衫的洋装 这件事应该是我去年所有洋装里面呢 穿到次数最多的 不管是哪一种场合都可以穿出去 穿去BBQ 我也穿去旅行 去San Diego玩的时候我也穿它 然后去参加比较正式一点的event的时候 的下午茶之类的茶会 我也穿它 就看你要怎么样去帮它做搭配 它就可以变成你想要的那个风格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 哪里太漏啊 或是你穿起来的时候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今天有刻意打扮 它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 你今天穿的衣服好像就是很简单 但是它的裙摆又赋予了这件衣服 一点独特的变化 唯一唯一的小缺点呢 就是它的布料 它的布料就是这种 比较硬挺一点的那种衬衫的质料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很容易皱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比较麻烦 但是完全不妨碍我爱它 西装式的这种丹宁的洋装 因为我身型比较矮小 所以想要找到那种跟我身型 可以合身不贴身的裙子呢 就真的比较难 那我觉得这一件它的剪裁在我身上 超级的好看 像是量身定座一样 穿起来又有气势 但是因为它是丹宁 又觉得它有点休闲 所以这件也是我去年买到 我很喜欢的一件 好 再来我2023年 我买到我觉得非常值得的单品呢 就是Lululemon他们家的单品 那我现在没有拿任何的单品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很多系列 我非常的喜欢 去年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他们家两个系列的单品 第一个呢就是网球裙 我不打网球 但是呢不打网球 还是可以穿网球裙 因为实在太好穿太方便了 因为网球裙呢 它里面呢 是已经有短裤在里面 所以你穿上去的时候呢 你不会担心你会曝光 所以活动自如啊 就完全不用担心裙子太短或曝光 然后再加上Hogan的厚底球鞋 你就会发现 哇 那个腿变得好直 好长 好细 非常的俏丽 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修饰腿 然后再来就是Lululemon他们家的Softstream 这个系列的单品呢 我超级喜欢 我一开始是先买他们家经典款那个长裤嘛 我觉得那休闲裤非常的好看 很修身 然后又很轻松舒服 那除了就是平常外出穿之外呢 我在家里面也都会把它当成居家服来穿 这两个系列是我2023年呢 买到最喜欢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的Lululemon合集的话呢 留言告诉我 也许我就是来准备一下 可以来拍个合集跟大家分享 这双高林家的厚底长靴 这跟我以往买的靴子呢都不一样 我以前都喜欢买这种比较秀气一点的鞋型嘛 那最粗犷的就是均靴而已 就没有买过像这么底这么厚 这种比较粗犷一点的靴子 以前呢我甚至觉得我不会喜欢像这种靴子 我觉得啊 脚看起来会很笨重啊 看起来很厚重之类的 我买了之后呢 就完完全的打理我自己了 超级的喜欢 完全是有惊艳的感觉 完完全的爱上了 一开始拿到的时候觉得 哇 真的很大欸 脚看起来好大一双喔 但是一穿上去上脚之后 去做一些搭配的时候 就真的有被惊艳耶 我觉得哇 我的腿变好细喔 就完全是有被photoshop过的感觉 所以这种靴子呢 大大的去改变我对这种 比较厚重的靴子的刻板印象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喜欢 好再来这单品呢 已经在我身上了 就如果你有follow我的社团的话呢 你应该会发现就是去年一整年 一直都在我的身上 就是mergeri的饰品品牌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没有带这一条的话呢 它就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觉得很漂亮 就是一个小小的亮点点缀 好气质 但是我现在呢 迭代搭配的这个也是很好看 就完全不会有冲突的感觉 这个戒指呢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因为有个三角形 所以它会这样散亮亮的 有没有 然后我都是跟我的婚戒 这样叠在一起戴 这条手链是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你看它也是因为 有一个立体的弧度 所以它手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闪闪的 然后我就跟这个 VCA的手链一起叠带 也是很好看 这三个视频呢 是我去年买来到现在 跟大家分享过之后呢 我都还是一直戴着 就是我已经戴在身上 一整年没有把它拿下来过了 这些呢都是死死可以进的 碰水啊流汗啊擦到乳液啊什么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贬值的问题 好在这个2023年 我觉得我买的最值得的单品 就是这一堆羽绒背心 以前住纽约嘛 羽绒外套非常的多 但以前我是不买羽绒背心的 以前在纽约的冬天 巴不得把羽绒棉被都包出去 但是德州的冬天呢 就好适合穿羽绒背心哦 就是还是没有像纽约那样 天寒地冬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 像是这种薄的羽绒外套啊 或者这种羽绒背心 就非常的实穿 比较宽松一点的 然后搭配一些卫衣帽T之类的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有保暖 然后也不会到太厚重 这个呢是Manclet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帽子啦 我把它拆下来 这件呢它是童装 可是它尺寸座比较大 娇小女生都可以穿 质感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然后这件是Canada Goose 他们家的黑镖 它比较偏薄一点点 但是呢非常的柔软 很舒服很好穿 最近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就是 太凉的话呢 我也会把它就是套起来 而且因为我很喜欢黑镖 我觉得黑镖就是比较低调一点 这件我很爱 这个是Lululemon他们家的 这种四格的 这个是Super Crop 短板的非常短的版本 然后还有一件是白色的 这个Super Crop 这件全黑的呢 我觉得这个长度 它穿起来非常的帅气 很有个性 因为它很短 然后它有比较宽松 所以其实 分会从底下跑上去 就是实穿度会稍微的 比较小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穿 它比较长一点 这是四格的 然后我也买了一件这个 Aresia他们家的背心 这件很蓬松很宽大 然后很舒服 超级的柔软 它们家的羽绒真的是CP值超级高 它们的填充物都是额绒的 而且每一件真的都是很扎实 非常的棒 我觉得它们家的羽绒真的是 竖起大拇指 然后这件是中国还蛮有名的一个品牌 叫做Moe & Co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有点像香蜂的 就是黑白色的麻花针织哦 然后再拼这个 跟一般这种很休闲风的羽绒背心呢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件它也是蛮保暖的 我之前穿出去的时候也是觉得 嗯 背部真的有在发热 它们家其实都有出一些 我觉得设计感还蛮不错的羽绒外套 像是这个也是 它看起来就是一件毛宁小香风的外套 但它实际上呢 是一件羽绒外套 所以呢 它们家就是都会有一些 比较有设计感 比较时尚一点的羽绒外套 我觉得还不错 还蛮喜欢的 最后一个 2023年我入手 我觉得最值得最值得的单品 虽然我到现在可能使用没有几次 但是我一定要颁给它 因为它是我人生的Dream bag 我的梦想包包之一 咦 之一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吗 就是 登啦 金棕色的25 薄金 刚刚好在去年 结婚纪念念的时候拿到的 之前拿Kelly的时候我是拿到喜气灰嘛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金棕色 大地色系的 因为我很多大地色系的衣服 而且我很喜欢买焦糖色棕色的包包 非常感谢我的SA帮我拿到这个包 特别是又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拿 所以对我来讲呢又更有意义 希望今年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使用它 好 以上就是我2023年呢 买到我觉得非常值得 就是很满意的一些时尚单品 超级多的 不知道大家去年2023年 买到最喜欢的单品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那记得like我的影片 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